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天已经未亮 我睁开双眼 长夜慢慢总有散 来到故事终点 如果有人问 此生不悔 捧住着你的地方 刻下纠缠银河 说再见不是离别 何必追赶这句点 思念在一瞬间 请到底平歇 黄月在歌唱 达地在剪陌 我离船头海 尘埃中花开 有护王热天 誓言追涌影 灵魂在寻找 世间同行 随意 和你的方向 如此说来 永州城的事 确实是你们干的 是 一开始 确实是为了帮天药取的 龙角 但后来 却是为了拯救永州城 被困妖怪的性命 其实龙 并非传言中 那般凶残暴力 而玄门 也并非全然正义 我竟不知广寒门 在永州如此行事 雁辉 你脑海中的黑气 是否还存在 偏要拿剑驱散 迷雾森林的黑气时 我石哈里的黑气 已经被一并斩灭了 那就好 只是没想到 他还要斩灭黑气的本事 师兄 这黑气到底是什么呀 这黑气 是天地间置恶之气 能让人迷了心智 迷雾森林里那只幻妖 就是被黑气所施 才知如此 幻妖 你也碰到一只幻妖 对 那日 是 我被荆森树卷走后 你是玄门的人 是 我 我在找身上有黑气的人 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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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捉迷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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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换妖 似乎是勿将我拉进森林 捉迷藏了 难道那时候的经济 其实是想拉白小生 因为师兄身上有白小生的法术 才勿将师兄拉了进去 我奉师命 调查玄门走火入魔者的下落 但在我找到的修道者中 他们大多并非因修行而走火入魔 而是因为黑气入体 所以我猜测 有人想要利用黑气 控制玄门的人 白小生 迷惠啊 我是来杀你啊 如此说来 另一个人他去哪儿了 我见他可以操控黑气 他可是邪秀 等我回来 他是 可他却从未伤害过我 反而一直帮助我呢 我现在也不知他去了哪儿 估计是身份暴露 逃走了吧 此事事关重大 我得立即回陈兴山 禀报师父 你一个人在外 我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还是跟我一块回去吧 我不是一个人 我答应天涯要帮助他的 不可不信守承诺 罢了罢了 你的事啊 我也一通禀报给师父吧 嗯 站住 来者何人 你们是谁啊 何时来到龙谷 我乃此鼓鼓主 而等晓晓 不得乱入我鼓 还不速速离去 对 尤其是你 你这个看起来 就让人讨厌的悬门女人 你才讨厌呢 她说她是鼓主哎 你们是谁 何时来到龙谷 不不不 他们知道这里是洛川龙谷 你们果然偷谋不轨 我世子还为洛川龙谷这片净土 不让打人踏入 我跟你拼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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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就在 童童 不能告诉他们 龙主的赤眼龙牙 就在雪峰之上 我们是守剑人 我们誓死为龙主守剑 哪儿找到守剑人 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谁让你们守剑 你们为何会守剑 我们洛川龙谷精灵 试试带来生活在这里 二十年前 父母离世前 最后定住我们的 就是为龙主守剑 等龙主回来 是谁 是谁 谁把我的被子扔出去了 是谁 我都答应了你们班下楼 那还玩我 那怎么让我出来捡被子 对 不过 班下楼也好 这样 就可以 被天药发现 就可以暗自谋划了 我这儿还是黑色衣服和天药比较配 天药都伤好了没啊 他不会忘记擦药了吧 他不会忘记擦药了吧 不错 我给你帮你帮我 您终于再来 你帮我帮你帮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喜欢上他了 喜欢一个人就去追啊 你喜欢喝什么 选一个吧 偷住吧 了解他喜欢什么 然后 投其所好 你在干吗 天药 你过来 你问 花香的味道 这是我今天早上刚才的露珠 露珠 你若是很闲 不如去练个弓 你去拔剑的时候 我会练弓的 你放心 帮你找回身体这件事 我记在心上呢 你尝一尝嘛 这可是我今天早上刚才的 还有花香呢 天上的雨 悄悄替我 爱你 洒满星空 新年的梦 你 你 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小伤的 你胆子挺大的你啊 是他作为我的 算了 随他们去吧 嗯 这还算是有个懂事的人 说谁不懂事呢 你 你 这个女人好凶 像毛虎 是 是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恭迎 恭祝 卫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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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快起来 快起来 龙鼠对不起 我有时把他吃回水手 那我没想到 龙鼠真的能回来 你怎么能这样带马龙鼠呢 没事 都过去了 嗯 好了 好了 让你们龙主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龙主 虽然我们之前做了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你以后千万不要跟女人谈情说爱了 你又胡说八道些什么 龙主 这个女人对你有讲法 龙主 你又瞎说你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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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放开他 龙主 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